好 波段来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这是北京 气温现在接近零度 但是因为气候太干燥 一直没有下雪 有人就用造雪机把奥运场馆的鸟巢 变成一个冰雪游乐园 北京奥运场馆鸟巢外的广场 变成一片雪白的银色世界 业者用12台造雪机 2万立方公升的水 让鸟巢变成一个滑雪场 吸引不少民众来滑雪 有更多的娱乐项目 我觉得挺不错的 而在鸟巢场馆的内部 则是小朋友的游乐园 5000多平方公尺的场地 铺上一公尺厚的冰 小朋友坐在用轮胎做成的滑冰碰碰车里 玩得不亦乐乎 还有各种的游乐设施 不过一张门票130块人民币 相当于650块钱台币并不便宜 玩是挺好玩的 然后对于学生来说 我觉得可能偏高一点价格 对对对 而且我们现金本来也没待高 从咖里献取的钱 围起两个月的鸟巢冰雪季正式开罗 业者预估能吸引到20万名的游客 等到冰雪季结束 这些冰雪融化之后 将可以再作为回收水使用 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竹林新闻带综综合报道